第2246集 这无穷无尽的雷霆之力 都是从介玉城上空传来的 雷霆在天空中酝酿 黑压压的乌云席卷而来 如同一只遮天巨掌般 将苍穹都抓在掌心 一丝丝雷霆之力汇聚在一起 竟然凝聚成一条条雷龙 雷龙在黑漆漆的云海中翻滚 如同在大海中奔腾 翻滚的同时 雷龙却全部对叶臣怒目而视 时不时发出一声怒吼 似乎在待天斥责叶臣 要让叶臣俯首 看着这些雷龙 叶臣脸色变得无比凝重 这不是神国和介玉城的力量 不是属于神国和介玉城的雷结 这是狱外和上界的雷结 该死 叶臣忍不住怒骂 这雷结让他感到遍地生寒 如果真要杜结 恐怕死死无生 我不可能死 叶臣目光坚毅 煞剑拿在手中 对准苍穹朗声怒吓 狂暴的雷霆在天空之中酝酿 一条条雷龙在乌云中游荡 与此同时 介玉城已经陷入恐慌之中 他们看着雷霆之力 再度破开一个空间涌入其中 虽然不知道在这空间之后是哪里 但隐约能察觉到 就在介玉城中 不可能 怎么有人真的引来如此雷结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不可置信地吼道 怕不是有惊世妖孽出现 上去看看 有人实在好奇 飞身来到苍穹之上 想要靠近雷霆破开的空间 观察一番是什么地方 只是还没等着人靠近 可怕的雷霆之力便被触怒 雷霆之力不分敌我 察觉到他靠近 便立刻涌出无尽雷光 直接向他轰击成炸 下方围观的众人 顿时惊呼起来 这一幕实在太可怕了 只是靠近便被直接轰杀 这家伙完全是自己找死 这样的雷杰是他能靠近的吗 哪怕是看一眼都有大因果呀 有人大叫 同时闭上了眼睛 也有的人此刻却瞪大眼睛 雷杰无法靠近 但他们始终想探明 雷杰因何而来 因此施展秘法想要窥视 只是还没有探清 雷杰出现的原因 施展秘法的人双眼 便骤然炸裂 甚至有人整颗脑袋都炸开 场面十分惊悚 该死 这真是大因果 诸位千万不要试图探明 不然必死无疑 这雷杰不是你我有资格去深究的 放弃吧 可是这雷杰就在天空之中 如果爆发 鲸鱼城怕不是要毁于一旦吗 有人忧心忡忡 但更多人却对此并不担心 雷杰显然是针对杜杰之人而来的 鲸鱼城不会被殃及吃鱼 古战场中 叶辰并不清楚 鲸鱼城中发生的一切 只是怒视着苍穹之上的雷杰 一条条雷龙猙獰咆哮 呼吸间无数雷光 在口鼻中翻涌 看上去十分海人 而这短短时间内 已经有上万雷龙显现 这一条雷龙我都吃不消 竟然凝聚如此之多 这是像猪杀主人哪 幽影鬼幼面色惊惧地叫道 闭上你的乌鸦嘴 就算再厉害的雷杰 叶真哥哥也一定能度过 小白文言不由地瞪了 幽影鬼幼一眼 见状 幽影鬼幼尴尬地闭上嘴巴 倒是一旁的叶灵天点了点头 似乎赞成小白说的话 遮天魔帝没有和他们说话 只是面色凝重地 看着天空中的雷杰 遮天魔帝也发现了端倪 这雷杰太过可怕 竟然破开了神国的规则 这是来自域外和上界的力量 夜晨目前的境界很难抵挡 夜晨 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 外人不能插手夜晨的雷杰 遮天魔帝此刻也帮不上忙 只能在心中为夜晨祈祷 下一秒 汤穷之上酝酿许久的雷霆之力 骤然暴动 一条雷龙率先冲下 席卷着无尽雷光轰然撞向夜晨 血盆大口张得巨大无比 找死 夜晨目光森然 一把拔出煞箭 毁灭神道爆发 瞬间将雷龙斩破 然而这一条雷龙刚刚覆灭 后方却有千百雷龙接踵而至 雷龙数量太多 仿佛苍穷之上下了一场雷龙大雨 不要前世地冲杀而来 这场面太过可怕 毁灭般的力量让所有人都内心震撼 在这样的攻势下 遮天魔帝都感到手脚冰凉 这雷杰简直是无敌 而夜晨此刻面对着雷杰 纵使万般手段 却也难以全数抵挡 一瞬间被淹没在雷海之中 夜晨的身影被无穷雷光遮蔽 遮天魔帝等人 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一个个担忧无比 而在雷海之中 夜晨虚发直立 狂暴的雷霆力量 让他体内的灵气都在震颤 然而在夜晨周身 毁灭神道汇聚 佛光结界爆发 天龙八神音施展 鸿蒙音符伴随着佛光结界 竭尽全力地抵挡雷霆的轰击 只是雷杰实在太可怕了 哪怕是法华寂灭天 和天龙八神音相辅相成 也难以抵挡 没多久 佛光结界便光芒暗淡 这是什么鬼雷杰 夜晨忍不住破口大骂 他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无比 而佛光结界外 无穷雷龙却猙獰咆哮 疯狂地对着佛光结界 发动攻击 下一秒 佛光结界再也撑不住了 陡然破灭 而夜晨龙颜神脉爆发 身上飞出一条火龙 都给我去死 夜晨怒吓 火龙威风凛凛 气势无敌 直接碾碎了无数雷龙 但是雷龙数量太多 此刻夜晨又是身处雷海之中 一条雷龙刚刚泯灭 另一条便再度诞生 简直是无穷无尽 怎么也杀不完 在无尽雷龙的攻击下 火龙也抵挡不住 眼看上百条雷龙扑击而来 夜晨连忙动用赤神神脉 跟进铁壁浮现 挡住这次冲击 夜晨倒飞而出 被雷龙冲击的全身力量 换散状态差到极点 眼前的雷劫是夜晨经历过最可怕的 甚至让他生出了无法抵挡的心思 想要直接放弃 振作起来 就在这时 三道声音从脑海中响起 夜晨感到一股力量涌入体内 顿时稳住暴动的灵气 一剑斩杀冲来的数条雷龙 师尊 夜晨心中一息 危机时刻 黄泉三组出现 这是好事 夜晨 你怎么引来如此雷劫 黄泉剑组此刻却是震惊无比 他们三人察觉到夜晨杜劫 有危机便立刻出来 却不曾想到这雷劫如此可怕 这是狱外和上界的力量 你身处神国 不对 你怎么在戒狱城 黄泉庶祖此刻不禁皱眉 戒狱城不在神国之内 的确有可能引来狱外和上界的雷劫 但是这不过是理论而已 常人哪怕是在戒狱城突破 也不可能有如此可怕的雷劫 只能说夜晨的运气太差 你动用了黄泉图的力量突破 所以才会招惹来如此雷劫 黄泉盗族眼睛一眯 看明事情真相 不禁脸色微变 黄泉图的力量 此话一出 黄泉剑组和黄泉术组同时大惊 黄泉图牵扯因果无数 夜晨借助黄泉图的力量突破 怪不得会招惹来如此天洁 这是天潜 天不容你借助黄泉图的力量 你这是找死啊 黄泉术组忍不住埋怨道 这雷劫太过可怕 简直是吞噬天地之威 哪怕是他们三个都感到惊惧 三位师尊 黄泉图本就是我的东西 我用黄泉图的力量突破 听什么不行 夜晨文言不由朗生说道 听闻黄泉三组不由一正 夜晨的气势爆发 和前世轮回之主一样 让他们仿佛回到了过去 三位师尊 黄泉图的力量 我必然是要用的 还是先帮我度过这雷劫吧 夜晨的声音再度响起 文言 黄泉三组对视一眼 刚刚那一瞬间的感觉 让他们不再质疑夜晨的做法 反而果断出手 用黄泉敏天绝 黄泉数组大声说道 有我三人帮你 黄泉敏天绝的力量 能增长一倍有余 听到这话 夜晨顿时动用黄泉敏天绝 黄泉钢气出使还很薄弱 根本挡不住雷霆之力 但是黄泉三组一出手 黄泉钢气立刻磅礴起来 夜晨顺势取出一瓶黄泉水炼化 黄泉钢气瞬间暴涨 一瞬间将四周的雷龙碾碎 狂暴的黄泉钢气席卷整个雷海 如同无尽星河垂落一般 所过之处连雷霆都被磨灭 在黄泉三组的帮助下 夜晨暂时稳住了阵脚 能够抵挡雷劫 此刻外界 这天摩地看着眼前巨大的雷球 一个个震惊无比 这雷球还在不断扩大 似乎要将整个古战场都占据一般 寻常雷劫不过是雷茧而已 这一次的雷劫却磅礴得不像话 想必雷球内部此刻已经变化成雷海了 简直是让人绝望 不知主人现在怎么样了 幽影鬼幼忧心忡忡地嘀咕道 而在此刻 介玉城百里之外的魏影 却突然睁开双眼 看向介玉城的方向 如此可怕的雷姐 是谁呢 魏影感到心中生起一丝不安 目光一时间变得深邃无比 片刻之后 魏影眼中闪过一抹担忧 杜劫之人竟然是叶晨 这是狱外和上界的力量 根本不属于神国 叶晨想要度过雷劫 恐怕千难万难 甚至可能会暴露身份 魏影目光闪动 身形却骤然消失 他不能让那些人知道 叶晨轮回之主的身份